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只是高海拔和低气压让这空气里的氧含量少了许多 拉萨的清晨 当最早的一抹高原红 穿过马不日山上的积雪 停留在这座红白相间的建筑上市 折射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斑斓 布达拉宫的上空 并回荡起雪域高原 清新 空灵的气息 每年六月至九月间 是拉萨的旅游旺季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来到拉萨都会游览布达拉宫 穿梭期间的扎西茨人与游客不同 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我是1995年到布达拉宫工作 在这24年里 对着布达拉宫 这种感情是很深很深的 我能在这工作感觉到很荣幸 布达拉宫 凝聚了各民族人民 勤劳与智慧的伟大建筑 汇集了无数艺术真品 其中总面积达2500多平方米的壁画 在宗教 艺术 人文的碰撞融合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好 今天我们交代一下今天的工作内容 这个壁画中间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些像这种壁画的裂缝 或者出现空骨 布达拉宫的壁画 历经沧桑 扎西斯人团队 从事的数字化采集工作 旨在保护展现他们的原貌 他们的工作是在和时间赛跑 像2012年左右 就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以后 特别是像汶川地震 或者玉树地震 尼泊尔地震 对这种千年建筑的古建筑的影响 所以当时布达拉宫管理处就决定 把布达拉宫的壁画 比比比比完整的数据采集下来 扎西斯人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013年数字中心成立以来 扎西斯人走遍了布达拉宫 会有壁画的每个宫殿 寝宫及门廊 今天拍摄的 是一幅位于红宫藏经阁内 新发现的壁画 这块壁画以前都是 前面是金书墙 没办法拍摄 现在把金书都给挪开了 把这块壁画显现出来 我们把就这一块给数字化 数据采集下来 布达拉宫 2500多平方米的壁画 绘制时间跨度300多年 虽然经过国家文物部门 数次大规模的保护性维修 但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空谷 起甲 苏减等情况 这位扎西次人团队的数字采集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约差不多 差不多 这块壁画 残缺的比较严重 现在我们要分 画拍的话 要分18个拍 18个拍 现在我们拍的是第6个 你记录一下 针对布达拉宫 所有壁画的一个数字记录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办法 特别是平面扫描 3D扫描 最后都是不尽如人意 最后我们决定 还是以1比1的方式 把整块壁画 将近有拍45张 40至50张照片 然后采集下来以后 经过通过专业的那种电脑 专业的软件 把壁画一张印的拼接起来 成为一个一整块壁画 系统的数字记录工作 令许多 常年被建筑结构遮挡的壁画 重见天日 展现在世人面前 传统文化千余年来 存留的奇迹 就在这一幅幅壁画中 绚烂无声 那些鲜活生动的瞬间 那在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 穿越了久远的历史长河 重现了 昔日时光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 松散干部时期 土拨正全灭亡后 古老的宫殿 大部分毁于战火 公元1645年 第五世达赖喇嘛 阿旺罗桑加措 决定在原址上 重建布达拉宫 这幅位于布达拉宫 鸿宫回廊里的壁画 完整记录了这一工程 开采于甘木隆地区的史料 通过拉萨河运底后 再由民夫逐一背到山顶 来自各地最好的木匠 石匠 铁匠 夜以继日的忙碌干工 僧众们举行不同的法事 祈求工程顺利 不仅如此 壁画还记录了一件 突如其来的意外 一只花猫 跳上正在修筑的工墙 震落的大石块 砸上了工架 情景细腻生动 令人叹为观之 历时四十八年 布达拉宫主体建筑 白宫和红宫修建完毕 凝结各族人民血汗的 宏伟宫殿终于建成 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也创作完成 整个拉萨沉浸在 声势浩大的庆典中 演出 体育竞技 及巡游活动 持续了数月之久 在壁画描绘的 喧闹环境中 有一群人 显得与众不同 他们有的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有的直指点点 四处张网 有的却是表情凝重 镇定自若 他们正是 这件艺术品的创作者 等待评价的画师 第五世达赖喇嘛 罗桑加措 博学多才 酷爱艺术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资助下 主持了许多 格鲁派寺院的 壁画绘制工程 这一时期 是西藏十七 十八世纪 历史上最大规模 新四建院 推崇绘绘画艺术的时代 罗桑加措 曾在他的自传里记载 火基年 组织教学绘画与雕塑 但学徒人数太少 为此 基年又组织一些僧人 从霍达金和拉古处 分别学习雕塑与绘画 布达拉公 彼画绘制期间 从各地召集了大批画师 其中 表现出色者将受到褒奖 并留在拉萨 画师的命运 因为自己手中的画笔而改变 而西藏绘画艺术 也因官方的推动 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史料记载 第二次弘工壁画制作时 征集画师数 多达236人 布达拉公落成后 其中优秀的25名画师 留在了拉萨 成立了拉日巴吉度 拉日巴吉度 汉语意为 神佛绘制者 苦乐与共的团队 他是西藏历史上 第一个官办的画师组织 代表着当时 西藏绘画的最高水准 大昭寺 融合了藏、汉、尼泊尔 印度的建筑风格 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第十三是达赖喇嘛时期 当时的画园筑地 就在大昭寺 称为索炯 大昭寺建筑区南侧拐角 有一间名为西热的房子 就是当年画师、寿图和绘画的场所 索炯的藏语中 有两种写法 前者一为角楼 后者一为画院 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拉日八级度 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索炯 经过了三百余年的发展 画院从最初的二十五人 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人 画院内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和传承制度 第十三是达赖喇嘛时期 曾任命五品僧俗官二人 主管索炯画院的人士和经济事务 画师中 记忆精神者可任命为乌青、总画师之之 记忆突出者可任命为乌穷、为乌青的助手 一般画师称景西 之后还有学徒及罗促 古达拉宫平措堆廊 是通往白宫的大门 跨过平措堆廊 就可见到门廊两边会有的四大天王 画风细致 栩栩如生 这组壁画正是出自索炯著名画师 武卿次人九吾 由于留着落腮长胡子 人称大胡子画师 1904年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 经蒙古前往北京朝近 此人九吾作为达赖的随身画师 也随对前往 负责绘制了沿途的大事迹 这组位于布达拉宫妙善如愿殿的壁画 重现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 觐见慈禧太后的历史时刻 画面精美细腻 华丽耀眼 可谓传统绘画的经典之作 更是在没有影像记录的年代 定格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在今天的西藏拉萨辞绝林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观看这场演出 这里也成了拉萨的网红打卡地 把人们对古人的思念 书写在山河之间 讲述着跨越千年的汉藏和美故事 在拉萨的小昭寺 游客熙来攘往 据说这是文成公主的首印 经过了一千多年 依然保存完好 寄托着当地民众 对文成公主的敬仰和怀念 相传小昭寺内的这间屋子 曾是文成公主的起居室 这个炉灶也是文成公主留下的 被小昭寺的僧众完善地保存起来 流传到了今天 建筑是一种凝固的艺术 在藏语中 小昭寺 名为加达仁母亲祖拉康 亦为汉式小昭寺 这里曾经是一座汉式风格的建筑 汉式右瓦屋顶 斑斓多彩 赤脚飞檐 十分壮丽 十七世纪后期 武士达赖喇嘛 扩建顶层回廊 仍保留了汉式铜瓦 屋顶流金 直到现在 仍然风采招人 文成公主入葬 带去了很多文明成果 你好比说小昭寺的修建 是按照我们内地宫殿的形式 来建造的 另外呢 像内地的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 像毛师礼记啊 这些个思想呢 都传到了西藏 那么对于西藏的文化 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融合呢 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件丝织品 来自于一千八百年前的一个神秘墓葬 这种金线显花结构 是典型的中原内地 从商周以来的纺织技术 上面的王侯字样清晰可见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以此排开 这是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新秀信仰 伴随着这件织景的 还有一些残存的茶叶 或许在更早的时候 青藏高原就开始了与中原内地的 私茶商贸往来与文化交融 从考古层面来讲 我们最近这些年的发现 就把这些中原地区跟西藏地区的联系 直接推测了距今一千八百年前 西藏阿里地区 跟中原地区建立起的联系 而且这些发现 丝绸并不是其中唯一的 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 还发现了很多的来自于 很有可能中国西南地区 或者长江上游地区的茶叶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将茶 演绎成文化的民族 饮茶的习惯 也很早从中原内地传至西藏地区 根据有记载的历史 至少从唐代开始 与中原内地的茶马贸易 是西藏地区获取茶叶的主要来源 在唐宋时期 西藏各民族就开启了饮茶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藏语里头叫茶 就在汉语里头叫茶 藏族老百姓就说 每天都离不开茶 从早到晚就必须得喝茶 宁可三日无粮 不可一日无茶 茶叶传入西藏后 僧人也成为了饮茶的主要群体 据历史记载 四十班禅罗桑曲间 在担任扎什伦布斯的第十六任住持期间 为了改善僧人生活 铸造了熬茶的三口大锅 制造大同茶壶十八个 解决了僧人在大经堂诵经时喝茶的问题 时至今日 茶仍然是僧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茶早已融入了西藏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血脉 西藏地区多饮用酥油茶或者甜茶 将茶叶熬煮 此后再加入酥油搅拌 便制作出香甜可口的酥油茶 酥油茶配上三八 几乎是藏族居民每天必吃的主食 饮茶 修器 歌舞 社交融为一体 西藏各族人民饮茶的历史 可以追溯上千年 只要有音乐 随时可以起舞住行 坐落在拉萨市中心 红山之上的布达拉宫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宫宝式历史建筑群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连路 在布达拉宫的历史文献中 在布达拉宫的历史文献中 李小成找到了关于雪堆白的模糊记载 在布达拉宫的所有的历史文献记载里边 我们看到敦北这个名称 最早出现在六四班长的这个传记里边 在1769年 其中记载于敦北主管 六三百八近乡英寸立马的米莱大福像 这里就是把这个敦北和那个大福像 就联系到了一起 为了进一步探寻雪堆白的身世 我们找到了西藏博物馆副研究员 巴桑罗布 巴桑罗布对雪堆白这一名称进行了解读 雪堆白三个字 来源于藏语的音域 其中恰恰包含了关键信息 在藏语中 堆白寓意为能兴建一切享受品者 17世纪 武士达里喇嘛时期 为了扩建布达拉宫 大昭寺当初 就西藏地方政府 搜挂人民财富 召集能工巧匠 成立了专门的官方造版机构 负责布达拉宫等出宗教用品的制造 这一造版机构被称作堆绝白金 而这一机构真正牵制布达拉宫教下称为雪堆白 已是十八世纪七世达赖喇嘛时期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概念 比如说是宗就相对来讲 就是这个山上的这种宫殿 像原来的这种宗宝 像这里就是宗 那么相比之下呢 就是平地叫做雪 那么就布达拉宫现在脚下这一块 这个平地都叫雪 雪城 直直布达拉宫山下建筑 既有旧西藏地方政府等 三大领主设立的办公场所 更有低等职员 工匠 农奴的简陋住所 他们当中有青丧公 马夫 酿酒师 门卫等等 雪城正是旧西藏农奴低贱地位的缩影 而雪堆白就藏身于这一片雪城之中 雪堆白当时是做一个宫殿的一个造像场 它基本上是从拉萨地区为中心 就这边的就是根据这个寺院的改革建压 维修 就这个需求 它因为里边要塑造很多这个造像 从这个就形成的 尤其是它的更多需求 基于这个布达拉宫本身的各种殿堂的出现 后期的这个扩建 所以雪堆白它本身它的位置也就在那个下面 这个位于伯达拉宫西城墙外的藏室四合院 就是曾经的雪堆白造办处所在地 经乾隆年间 八世达赖喇嘛时期 雪堆白造办处正是潜入此处 雪堆白造办处成立后 旧西藏地方政府以参议形式 从各地征调结出的手工艺人 聚集在这个四合院里 有铜宫 刻宫 筑宫 镶宫 镶嵌宫 铁宫 画图宫 木宫 尼铁宫等不同的类别 它们地位地下 为同志阶层提供享乐和奢靡生活 从布达拉宫 罗布林卡和藏传佛教各大寺庙中珍藏的这些 十七至十九世纪期间 雪堆白制造的佛像 佛塔 我们既能看到底层劳动者的艺术审美和手工技艺 也能看到统治阶层 用以禁锢人民思想的宗教和艺术追求 为了进一步搜寻 有关雪堆白造办处及工匠设置的历史资料 我们前往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在旧西藏地方政府的相关档案中 我们找到了寥寥几份 关于雪堆白工匠的文字记录 这个找到就是那个 刚才给白纳宗下发的一个文件 这个里边就是讲到 从白纳要召集两个铁匠 因为当时有雪堆白的很多工匠 都是从西藏各地召集来的 就是说西藏各地只要发现 有些各方面这种技能人才都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官办的造像场 所以可以召集所有的人 这些珍贵的档案 揭示了当年雪堆白工匠群体 来源之广泛 除了西藏本地的工匠外 还有来自各处 以及尼泊尔等地的工匠 维修扩建布达拉宫鸿宫的时候 档案还记录了 康熙皇帝特派汉族工匠老魏等 共114名 可见清朝中央政府 给予了西藏地方手工业特别的支持 清王朝与旧西藏之间是有紧密的联系 同时的话 清中央政府也是在有效地治理西藏 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互之间的这种文化 包括乃至经济 各个方面的交流交往是非常的密切 从而的话呢 就是说各种的这种文化的信息 包括一些文化产品的输入和输出 是非常频繁的 19世纪后期 清朝光绪年间 就西藏地方政府设立了一个 名为堆白乐空的机构 雪堆白真正成为西藏近代 传统雕塑艺术 手工艺品的一个官办的管理 造办 传习和标准制定的权威机构 他作为一个总的一个设计师 总的一个负责人 然后就是完成这个地方上的这些工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雪堆白不是独揽这个工程 它是在那边等于是做一个总的一个指导 那么这个时期呢 就是说各个地方的这些工艺师 同时又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机会共同进行交流学习 所以他在当时在民间工艺师的这个领域里头的话 起到一种引领作用 它既有这个制作的这么一个职能 同时也有研究的职能和开发的职能 另外还有这个传承和这个延续这个技艺的一个职能 另外的话呢 也会整个社会在这个雕塑领域里面的一个引导性的一个职能 它是综合的一个职能在这里发挥 雪堆白的最高管理者堆白多当巴两人 由旧西藏地方政府委任属于贵族 官品 无品或六品任期三年 技术支撑从上至下分为 期末列参巴 众多 乌亲 乌穷 景希 五个等级 雪堆白的工匠人数后来严格固定在一百零八人 每个工种都要经过考核才能上任 只有当老工匠去世后才可以招入新成员 从一名学徒到记忆娴娴熟的工匠 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普通工匠只能打至较为简单的佛像笔座 只有到了师傅级别的工匠 才能够打造佛像中最为讲求技术的五官部分 这个过程至少要花费十年的时间 拉萨市城关区贾热村 距离布达拉宫两公里 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进行改造的时候 曾经的雪城居民很多都迁居到这里 任曾老人便是其中之一 八十岁的任曾老人曾是雪堆白的一名金铜工家 他的爷爷年轻时从日喀泽来到拉萨 在雪堆白当学徒 后来成为一名助工 任曾的父亲朗塞多吉是一名乌亲 在雪堆白从事客工 曾参与修建了罗布林卡中最华美的宫殿 达旦名酒颇章 任曾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客工 九岁时他进入雪堆白当学徒 拜父亲的师傅为师 后来成为雪堆白二十五名客工中的一员 在任曾老人的家中 还保留了过去在雪堆白使用过的工具 每个人好像都有一套自己的工具 每个人都有一套很宝贵 刚才是金子的 对对对 摸着像这个样子 用的时间很差 一个人一个名字有 每个都有名字 有名字 一个小杖子 是一百多 一百多是吧 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全是你自己做的 一般工具都是自己做 一代又一代 均于社会最底层的雪堆白工匠 推动着手工制造技艺的前行 在清朝中央政府支持下 十七至十九世纪期间 是西藏佛教造像工艺 本土化特征最明显 金属冶炼技术最高 造像技艺最为成熟的一个历史阶段 而雪堆白 作为官办的集中式手工工厂 无论工匠水平 制作规模 还是原材料的使用上 都有着民间作坊 无法比拟的条件 官府搜刮人民财富 用于生产的雪堆白金铜造像 铸造材料昂贵 流金厚重 佛像风格繁复奢华 大量镶嵌 绿松石等名贵的宝石 更加剧了西藏社会的贫穷落后 十五十六世纪 在整个西藏 它出现了一种 就是艺术上的 就像爆发吧 因为它整个藏传佛教的艺术 它成熟了 然后它出现了很多的艺术流派 它其中就有一个叫缅唐画派 它的这种艺术风格 是一种追求的极度的华丽 极度的繁复 它有很多的创新 雪堆白的造像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华丽 非常的华丽 其实就是来源于 缅唐派的这种艺术偏好 因为雪堆白本身 它官办的就是从雕塑石本身的这个待遇 各方面都跟这个民间 其他时期的这个待遇不一样 所以应该说对工艺上面可能更讲究 另外一个就是从 因为有官方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支持 所以它对材料这边不需要太多去考虑 就只要能够发挥你自己的所有的特长都可以 感谢观看 上层僧侶贵族的生活奢华 拉萨阿斯拉斯 这尊有两层楼高的强八佛刘金铜像 是雪堆摆作品之一 这尊佛像高度超过六米 头戴五佛观 身披天衣 手持法轮和插有莲芝的宝瓶 坐于须觅座上 造像风格采用了免唐画派的艺术特点 整个造像气度雍容华贵 度量严谨归正 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白散盖佛母像 手臂 头顶上雕刻了千颗小头 佛像的头部及底座刘金 头饰 耳饰和胸饰由纯金打造 并且镶嵌各种宝石 是雪堆摆造像中的上乘之作 工艺也好 艺术性各方面应该说是一个 当时应该说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风格 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引领 咱们西藏这边雕塑一个风格的一个典范 雪堆摆它继承了 这个西藏传统意义上 最具代表性的登萨提这个造像艺术的一个风格 其次的话也借鉴了大量的 由明代宣德永乐这些时期的一些 能在西藏看到的这些造像艺术的一些风格 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 雪堆摆存在了近300年 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归宝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 雪堆摆作为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办机构 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而那些曾经创造辉煌的江人 在之后的岁月里何去何从 发源于雪域高原的这段古老传奇 又是如何被传承和延续的呢 唐卡和壁画是藏族传统绘画的两种主要形式 唐卡是藏语阴影 唐意为广阔 卡意为填补 是指装标制成的卷轴画 藏族传统文化中大五名雪科的功巧名 唐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 浓郁的地方特色 主要形成以尼泊尔 缅唐 齐乌钢八 青兹 嘎马嘎赤为主的五大画牌 唐卡的题材内容 涉及人文历史 社会生活 天文立算等诸多方面 在人物造型上 一类是善的劝说 以施迦摩尼 文殊菩萨 和莲花生大师像为主 形象慈祥 安宁 宽厚 和蔼可亲 另一类是恶的恐吓 以密宗的金刚 护法神为主 用极其夸张的手法进行描绘 造型 争宁恐怖 怒目赤发 具有震慑力 唐卡 唐卡 一词来源于藏文音译 也叫唐嘎 唐咖 意思是卷轴画 是藏民族文化中 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唐卡多画于布上或纸上 传统颜料 以珍珠 玛瑙 珊瑚 松石等矿物为主 历经千百年色彩依然如新 唐卡的内容涉及历史 社会 文化 生活等多方面 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 唐卡在15世纪以后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无论是他的题材 他的布局 他的装饰元素 他的装表形式 都发生了系列的持续的变化 这种变化 跟汉藏之间的密切交流 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变化 又是密切交流 是密切交流 那种变化 是密切交流 稅 你却不要 是密切交流 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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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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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条件 第二个就是从15世纪以来 整个的日卡泽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迅猛 而且这里面的人文气氛非常的发达 所以这里面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哲学家 文学家等等 当然也包括一批优秀的工匠 15世纪中叶前后 缅唐画派的创始人缅拉顿珠 就曾在这里生活学习 参与扎什伦布寺早期的壁画绘制 美拉顿珠是今天的山南地方的人 他长期生活在扎什伦布寺 为扎什伦布寺的初见 绘画做出了贡献 确立了缅唐画派在藏传佛教绘画中的重要的地位 从此以后西藏的艺术风格 就朝着汉藏艺术风格的发展方向 一直走到了今天 17世纪 新缅唐画派的创始人屈英加措 就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人 这幅四世班禅唐卡 也是屈英加措 作为唐卡画师一件珍贵的作品 画风独特 线条简洁 经过时间的洗练 更透露出历史的质感与光芒 新缅唐画的绵萨派的绵萨派的绵萨派 吸收了中央这种风格元素以外 它主要是还吸收了一些中央写实的这种技法 尤其是表现人物的时候 就是微妙微笑地表现出 它的人物的各种细节 把四世班禅的这种 它本人的这种精神面貌 或者人的这种五官 还有它的衣着 这些表现得非常微妙微笑 公元七世纪 中国唐代绘画 已经有着成熟的布上绘画的技术 装表工艺 唐卡的形式 它无疑借助了汉帝的卷奏画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天干 有地干 另外还有金燕 就是那两根绳子 就是怕燕子给弄脏了 它那个带子一飘 那燕子就跑了 这在中国古代的绘画里面 都有这种形式 堆秀艺术 作为刺绣所衍生出来的 一种绣制方式 与丝绸的历史密不可分 它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也是中华传统艺术文化中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今天 堆秀唐卡 是扎什伦布寺唐卡艺术的重要特色之一 铺纸 绘画 一针一线的缝制 然后用熨斗烫压 堆秀有着复杂的工艺 考验着匠人的耐心和毅力 最早的科斯唐卡 还有织锦唐卡 还有堆秀唐卡 还有刺绣唐卡 等等这些唐卡 从形式上有很多的 就是借鉴了内地的刺绣 织锦 还有这个铁画等艺术的这种技法 应该说是一种汉藏文化焦虑的一种结果 或者是一种结晶吧 堆秀唐卡色泽鲜艳 搭配美观 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魅力 扎士伦布寺 用于斩佛节的巨幅堂卡 便是堆秀唐卡 这种巨幅堆秀唐卡 往往需要花费工匠们一年的时间 堆秀唐卡艺术 不仅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也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产物 寻根探源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土壤 扎士利马 是指西藏日喀泽地区 以扎士伦布斯为核心 铸造的佛像系列 扎士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 扎士伦布斯的观鼠作坊 扎士基彩的一个简称 利马是藏文想同和想同的制品的一个统称 所以扎士利马是一个专有名词 指的是扎士伦布斯的观鼠作坊 扎士基彩制造的同照相 扎士利马的造相根据我们的研究 跟同时期的西藏其他地方的造相是不一样的 第一呢 他比较喜欢用红铜造相 第二个呢 他呢 喜欢溜金 就是红铜造相之后几乎都要溜金 而且呢 他的溜金技术呢 非常好 扎士利马 以其精湛的工艺 在清宫造相中独树一帜 在如今的故宫博物院 共藏有四百多尊扎士利马像 多为西藏的班禅达赖 甘肃 青海等地的宗教首领 各民族首领贵族及满汉大臣 敬献而来 公元1772年 扎士伦布斯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道圣旨 御旨曰 镇建造佛殿 欲于彼地制作无量寿佛像 由班禅俄尔德尼 安排新造同一类别的五十六尊扎士利马 无量寿佛像 扎士伦布斯呢 这个利马图呢 他也确实是这个比较出名 十分有影响 在这个乾隆皇帝这个修建宁寿宫的时候 他开始这个向这个扎士伦布斯呢 定做了这个五十六尊无量寿佛 如今的故宫博物院 养性殿七暖阁佛堂 室内陈设至今仍基本保持着 清朝中期的原状 八面七层的紫坛佛塔 及塔内供奉的无量寿佛像 仍存此处 这五十六尊佛像 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镶嵌 它的镶嵌工艺 应该说是在我们故宫 目前保存的 来自于扎士伦布斯 所送进来的那些 扎士利马招像里面 应该它是水平最高 这里面呢 根据档案记载呢 说是当时乾隆皇帝呢 除了定座以外 还专门赏赐了一批珠宝 然后呢 班禅用这个珠宝呢 镶嵌在佛像身上 所以你会看到 在佛像的身上出现了一些 与众不同的镶嵌 比方说钻石 还有一些很独特的颜色的 一些镶嵌 这个都不是 扎士利马招像 所常见的那种镶嵌 这些现象都可以说明 当时五十六尊招像 不是扎士基彩作法 单独完成 它实际上是宫廷 和扎士基彩作法 共同完成的一批作品 也是乾隆皇帝和班禅 共同合作完成的一批金品 可见 这批珍贵的无量寿佛像 不仅仅由班禅制作 更是融合了乾隆皇帝 个人审美及宫廷财力支持的定制品 是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 清朝前中期 随着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管理的逐步加强 武士达赖进见顺治皇帝 六士班禅进见乾隆皇帝 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事件 八阔街 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 一千三百多年前 伴随着大昭寺的建造 而逐渐兴起的这片区域 今天仍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 拉萨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方式 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 政府不断加强对八阔古城的保护力 投资数亿元 实施老城区改造工程 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 百万美国小农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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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所以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从文化的传承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特别棒的一些习俗 就每年的话 他说不得拉公 其实对于参加这个的人来说的话 有点也算是个节日一样的 老太太老周子这些 每一年能够见到一次面 那就在不公上 在这干活的时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从家里拿一些吃的喝的 在这休息的时候 给周围的朋友也好 这一起干活的 也好分享自己家里的一些美食 节肉的感觉 每次过来的时候就 可以看到近年来的那些人 他们也特别开心 然后我们也特别开心 前天你咋也说的 去年前年一起干活的老头子 老爷子 今年他担心见不到面 可能见不着了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一直担心这些 然后那天下班走的时候 他说今天见到了好多那些老头子 老太太都在 还在 所以特别开心 只是在这儿 每年能够碰到一次的人 好像心里都留下这么多一种情感 第二次时候又能见到面 他就觉得非常高兴 不得拉宫 洪宫西大殿 黑暗中 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布达拉宫经书库和殿堂内 珍藏着藏 汉 满 蒙 范等文字 记载的古迹文献 三万九千余汉 数量庞大 内容丰富 多见孤本 善本 真本 内容包括佛教经卷 医学典籍 天文历法 本教遗归 青藏高原数千年智慧文明 汇集于此 为世人描绘了中华民族 无比绚热的精神世界 宾巴洛桑 布达拉宫文保科负责人 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布达拉宫 15年来一直从事古迹文物的整理保护工作 布达拉宫古迹文献非常丰富 有三万九千多汉 我们每天能接触 能看到这些古迹 对这些古迹进行修复 进行保护 是我们这代人的荣幸和责任 布达拉宫馆藏古迹分为 殿堂供奉和库房保存两种形式 对古迹文献的整理保护 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 当时完全依靠人力手抄记录整理 为了更好地发挥古迹的价值 2018年 布达拉宫启动了古迹文献 数字画像 现在我们登记到哪了 登记到这个 这个序列号中的 18004 寒头标过去 然后它的座子 然后它差不多 我们项目是2018年开始的 然后我们项目这一块 我们是分了三个大的区域 第一个就是广场文献保护方式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预防性保护 第二个是古迹文献的修复 第三个是古迹文献的数字画 学练啊 就是这一下 第一卷的 它的标题的话 文献标题的话 三种图地题 好的 这是一个过手页上面有肥叶画像 在第一经书库进行的 是古迹文献的建档立卡 需要登记古迹的名称 作者 长宽 质量等十四项 并且拍照记录 含头标签 经文首页 尾页 这项工作繁复所系 为下一步展开的古迹修复 和完全数字化 提供了详尽的依据 照相机镜头下 一张张书写精美的经书函页 纸面保存极佳 时间 似乎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太多痕迹 能够保存完整 少见重铸 要归功于西藏传统纸张 特殊的原材料 狼独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